真是農夫 其實也還好 你看我還是一樣 有保持時尚的感覺 那是有回台北來 有做造型 吹頭髮化妝 雖然我們看到 確實是 對 那個報導 妳平常在台東 還真的就是這樣 要不然呢 要不然妳平常在台東 我會覺得 就是妳化個妝走在街上 然後就一看就知道 哎呀 觀光客 妳真的就打扮得很漂亮 在那邊就是一個 還滿詭異的事情 也滿沒必要的對不對 也是啦 因為確實就是 因為在那邊的人 就是每一天 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我最多的打扮 就跟當地的人 大概就一樣 就是都是雨鞋 然後呢 褲子 然後呢 身上 全身上下都包起來 大概只有露出來眼睛 的這一種 大家都會有一個夢想 如果去鄉下找一塊地 自己種菜 然後可以種有機蔬菜 自己吃 還可以分送親友 這樣夢想真的好美 妳已經去做到了 我很羡慕 但妳去了現在有兩年 現在到目前為止 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快要三年了 然後說每天有忙不完的事 而且就是 每天都有不停的小事 然後偶爾就會有大事 說之前上個月是颱風 所以有大事 停水停電 連停兩天 我們家那邊靠海 然後海邊其實有很多的樹 那我們家那一次的停電 就是因為 大家都輕忽了 所謂的圓規颱風 因為前一個燦樹颱風 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還把外面所有的椅子 都收起來 然後但是圓規颱風 大家想說 它沒有要進到台灣 它離台灣很遠 那所以我們都 什麼都沒有準備 然後後來好 果然就停電 那我們家是地下水 就是用馬達抽水上來 那所以停電我們家就會沒有水 所以就會只剩下水塔裡面的水可以用 那所以呢 每一次其實我們大概有這種風災 或什麼之前 我們一定都會 手電筒啊 或者是乾糧啊 當然就是有一個浴缸 就會裝滿一浴缸的水 然後準備 至少就是你的那個 上廁所的時候可以使用 然後飲用水的話 我們就會先去那個大賣場 買好飲用水來準備著 可是那一次我們家那邊 大賣場買飲用水來準備 那你這樣也不像台東人啊 其實大家都會這樣做啊 是嗎 他們也 對啊 對 那我們家那一次 因為停電四十個鐘頭 那所以呢 因為颱風就算稍微 第二天比較風雨 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 還是一直在刮風 在下雨 所以我大概就打1911 就一直在問 他們就說 因為是樹把高壓電給那個 壓垮了 所以必須要等風雨比較小了 或停了之後 它才有辦法 要配合著吊車 把樹給吊起來 才有辦法修電 那這兩天就不能洗澡 完全沒有洗澡 就是用濕紙巾擦身體 然後呢 用到後來 因為畢竟嘛 是一浴缸的水 然後呢 就是生活中的大小事的 用水都全都用完了 那想說 那店還沒有來怎麼辦 那就趕快 趁著有下雨 我們就趕快用水桶 出去接雨水 然後呢 再把雨水倒到浴缸裡面 來準備使用者 最重要就是沖馬桶嘛 是 兩年了 你說說看 從一個都市居民 要適應我們的夢想 就是樂居生活 鄉下的農村生活 有什麼需要適應 你必須要臣服於大自然 對啊 因為就是 我永遠就覺得 人永遠無法升天 就是老天爺給你什麼樣的條件 那你就要配合著那個條件 去在那邊生活下去 就是停電 黑了 對啊 黑了就黑了 對啊 你就把煮電頭準備好 然後對啊 停水了 那就準備接雨水 那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事情 你也沒有辦法去強迫台電 趕快修 因為畢竟嘛 就還在 還在高峰下雨 你怎麼可以 就是去強迫它 要趕快付電等等 對啊 那所以 其他的我會覺得 比如說我們從小 在都市長大的話 唯一 我個人會比較不習慣的 就是 會有太多的 就是 大自然的動物 會圍繞著你 那不是很好 都有 小鳥啊 小鹿斑比啊 鴿子啊 什麼這位小貓小狗跟著啊 你是在演白雪公主嗎 對啊 不是這樣子嗎 有 我們家的 我們家確實屋簷下面 有很多的鳥 就是牠在裡面生孩子 坐窩 對 坐窩了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那大邊就會掉下來 對 然後有的時候 一窩的鳥 然後牠有可能 就是有的小孩 牠是不要的 牠把它踢出那個槽了 對 然後我們家的狗 就會去撿啊 然後牠去撿 牠還咬給你 嘿嘿嘿 你看我咬到了這個 然後你就要幫鳥收屍啊 對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家可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附近 大概都沒有使用農藥 或任何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家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烏龜也跑來了 烏龜 怎麼會有烏龜 這麼大隻烏龜 在我們家院子裡面 然後還有寄居蟹 為什麼 還有螃蟹 然後 你們離海有多遠啊 海陸都來了 離海其實還有一段 那一段距離 你走路最少也要 大概有十分鐘的距離 然後但是就是有這些動物來 這些都還比較正常一點 比較有一次比較 讓我們大家嚇一跳 就是蛇 蛇對我們來說 大概也是正常了 然後有一次是 保育類的動物 當然蛇也是保育類 但另外一種保育類的動物 叫做 食蟹蒙 對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就我們想說是白鼻心嗎 可是並沒有白的 可是問題是 它又是那種 捏齒科吧 就是它的牙齒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狗就是狂追 然後牠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盡量 趕到我們家的圍牆的外面去 對啊 要不然 然後後來我是Google 然後問人家 這到底是什麼動物 然後有人才說了 就是保育類 你千萬不要殺牠 對 對 要實現 來看一下你鄉間的生活照片 首先這個是 就是圓規颱風 這我家菜圓 然後圓規颱風 牠把我的這一個 遮陽的網架弄倒了 可是牠其實 遮陽網架會倒 是因為上面積水 因為牠那個遮陽的密度太強了 所以水透不下來 所以水把那一個網架子 那妳怎麼沒有想到 要拉水線呢 拉水線 不懂吧 我今天在學露營 我才剛學會 要拉一個斜的 讓水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在請鐵工 就是但牠還沒有 還太忙 就要請牠再幫我做成 是屋頂型的 斜屋頂型 讓牠可以卸水下來這樣子 那還沒弄 對 然後再來 這是平常的樣子 就是平常正常打扮 你看 那藍天 太陽真的很大 那藍天 那綠樹 我是直接看到紫外線 好 這我們家的芭蕉 哇 看起來 那 很 你們很羨慕對不對 對 很羨慕 但是當 你的芭蕉樹 一次就是 長出五大串的時候 等一下 一顆可以長幾串 一顆 一顆 它會一顆就是一串 但它會一直生 對 但是有一次我們家 就一次出來五串的時候 我就快瘋了 這個怎麼辦 因為它熟的時候 大概三天之內 你不吃完就全都爛了 對 就哥然後送人家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也是平常的樣子 你這真的已經變失截了 是嗎 沒有 因為東北季風牆的時候 你那個頭髮 就會被這樣吹得很亂 所以乾脆全都給牠包起來 儘管住在這個鄉下 有很多不方便 但你還是覺得挺好 這每天樂趣無窮 對 然後但是就是 你可能要擔心的事情 也沒有很多 唯一的就是怕 怕我們家的狗被手咬到 或者是 或者是我看看 沒了耶 就只有擔心牠被咬 就有擔心狗被咬到 所以妳常常會在海邊 喝咖啡 看海 也不是在海邊 就在我們家院子裡面 因為看得到海 對 所以就是 我們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早上起床餵完狗 然後處理完牠們的那個 大小便之後 然後我跟我先生 大概就會坐在院子裡面 然後就看牠們在玩 然後喝咖啡 聽音樂 然後我問 那你今天想要幹嘛這樣子 太不錯了 我也聽人家講好了 說我們去度假的時候 住飯店 看海 好浪漫 喝咖啡 但真的住海邊的時候 每天聽海聲音 快瘋了 不會啊 會憂鬱症 不會啊 不會嗎 不會不會 而且妳就會覺得說 哇 今天可能晚上有漲潮 那海浪聲大的 我都覺得是不是快 快到我們家了 但其實一點都沒有 但是我又覺得就是 好帥嘛 晚上會不會 非常好睡 我都不敢睡 第一年的時候 我可能會比較害怕 聽到風聲 我也是啪啪啪 因為我們家鐵皮屋 就是風聲雨聲特別大 然後 咻咻咻這樣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因為還有那種鐵門嘛 所以那種風太強的時候 你那個鐵門會 整個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第一次遇到的颱風 我也是整個晚上 都在看監視器 因為看外面 看我們家快垮了 快垮了 可是到現在 就是完全呼呼大睡 然後你會覺得說 在鄉間的生活 就是如果你有出去玩的話 你會發現 你晚上比如說靠海的話 你就會聽得到海浪聲 蟲叫聲 完全沒有任何什麼 汽車 摩托車的聲音 喇叭聲 什麼倒車聲 你都會聽不到 他們講說 你真的要去體驗說睡覺 同樣是睡覺 你在台北睡 你在都市裡睡 跟在鄉間裡睡 那個睡眠的品質差很多 你有感受到差很多嗎 因為它可能就是 沒有 其實沒有 鄉間沒有睡比較好 因為 因為我們就 比如說我晚上 我跟我先生都還是在用 線上在教日文 那我先生的課都是白天 我大概都是晚上 所以通常我晚上下課 那最後一個下課 大概都九點半 然後九點半之後 我們開始處理狗 因為帶牠們去大小便 因為我們會讓牠 全都進家裡面一起睡覺 你的怨那麼大 牠不是白天都拉完了嗎 怎麼晚上還要再去 沒有 就是 因為我們是讓牠 在家裡頭睡覺 我們不想讓牠 憋了一整個晚上 所以 把牠們都處理完了 然後大概 可以上床時間 大概就十點半了吧 然後你知道 滑個手機幹嘛的 一下就12點了 那你就趕快睡覺 那為什麼睡不好 因為通常早上 大概四點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狗就會來開始 就是一直 叫你 叫你起床 牠因為有一隻 五隻裡面有一隻 牠想要出去上廁所 牠很煩耶 然後但有一隻要去上廁所 所以全部人都要起來 就是全部人都要出去 然後就上完廁所之後 好 再回來 然後就能夠睡的話 就盡量再睡 所以通常其實 住在那個地方 待我真正能夠睡 大概就是四五個鐘頭吧 這麼忙 也不是這麼忙 是狗起太早